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方魔术很有想象力 东方文化我们有一些诗词啊 我们的文字我们可以用的很优美 用一些字就可以引发很大的想象 进去 进去那就是榴莲三仙归动 三仙归动 这个魔术就是三个球两个碗 碗盖球 然后那个球跑来跑去嘛 这个西方也有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他们叫Cups and Balls 就是杯子和球 毫无美感可言吧 太直白了 所以我觉得魔术是创造想象空间 如果我可以把节目的名字一讲出来 就直接冲到想象空间 那等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 引用孙子兵法的全胜思想 幻术师大仙邓秉勋 细节中创造氛围 不战而屈人之兵 怎么样 我根本就还没演魔术 我就站出来 我就直接启动你对魔术的想象 我穿木衣 然后我穿这个东方色彩的衣服 然后顶一个华人的面孔 但是变西洋魔术 甚至英文还OK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台湾人 我自己的感觉啦 台湾人其实就是 很文化融合 很国际 我穿鸡的鸡蛋 鸡蛋 像这样 然后做一个奇妙的动作 现在 它变成真实的鸡蛋 去年在纽西兰巡演三个月 然后到美国录了一个很有名的节目 叫Pen & Teleforce 那是在拉斯维加斯很有名的魔术师 我邀请世界各地地爱的魔术师 一起来变魔术概要看 在西方的话 他们是表演艺术围上 所以他们尊重表演者 在这个东方的话 表演 这个唱戏 下九流 你是没头入座 你才会做这个 从下定决心当魔术师的那天开始 如何突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成为了周炳勋最大的课题 我国中的时候就第一次接触魔术 高中第一次比赛得冠军的时候 就想说 哎哟 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分啊 我就有点认真了 对 但爸妈当然就很担心嘛 就觉得你这个拿赚钱赚不了钱啊 你还是去考公务员就好了吧 但我是觉得 我万一成功了 我万一成功的话 我是不是整天到处表演魔术 然后让别人开心 我也很开心 然后就有钱赚 高中别人之后 我就要考大学嘛 那我就翻开那个科系表 我就找无数系 没有 怎么可能有 那我就觉得 那我至少找一个相近的嘛 因为我未来已经决定要当职业魔术师了 找一找去找到戏剧学系 这是跟表演相关的 OK 那应该就这个 所以就要考这个吧 我跟我爸妈讲 他们还是反对 他就说 哎呀 你真的要考这个 当 也要当什么明星艺人哦 你又长得不高 你又长得不帅 你又不是讲话多 有趣 你又有点内向 那怎么可能 你还是好好的安分做一个工作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阿嬷是 跟我一起的 所以所有亲戚朋友来到家里 我就被关到房间里 我爸就敲门 哎 那个大伯有话跟你讲 然后大伯进来之后 我们就一对一坐下来 man's talk 他说哎 听说你想要当魔术师 哎呀 以前我还想当吉他手耶 但是后来呢 后来就学了这个一技之长啊 接水电啊什么时候 哎你看 是不是 现在这样也不错啊 我兴趣的时候 还是可以弹弹吉他啊 大伯出去 换二伯进来 二伯出去换三伯进来 这样车轮战 身为家中长子的周炳勋 心领了这些好意 退伍后 聆听着内心的声音 往全职魔术师的道路迈进 2017年是我第一年 跟我没有多少的表演机会 我与其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 有人为了邀请我去公演出 演给阿公阿嬷看啊 在养老机构啊很多地方 我觉得我在家待 干嘛呢 我还不如就出去演一次 我练一次 当初就这样而已 演了之后发现我也很开心嘛 我练到的也很开心 阿Win演本身也很开心嘛 他们也很开心呢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这些机构啊 他们每天的生活 日复一日 就在等那天的到来 每天看的电视 节目内容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行程是完全一样 我如果过去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下午 我觉得这是很棒 一百岁啊 一百岁还做这个 那 那你又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立下心愿要做超过一百场公益表演 这不只是一种磨练 也考验自己到底有多热爱魔术 其实我出来做的前半年 基本上就没有赚钱了 可能赚什么 三千块 六千块 八千块 对啊 说都不稳定 但是我过程是很快的 我只要没有饿死 我就很开心 好 这样这样子 来看照片 对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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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热炒店邀请他去变魔术 这才发现商业演出没有想象中容易 那时候我有很大的心理阴影 因为每次去切入一个桌子都是一次 要过去吗 他好像在忙耶 他在滑手机好像不方便吧 好 那我看下一桌好了 这桌还在吃 他吃很快好像很饿 不要打扰他好了 这桌 哇 那个刺青好多哦 我觉得过去我会被打 但是不行啊 那这样子突然忘记没有一桌可以变吗 不可能的 那是我的问题 心理问题 还是要鼓起勇气 虽然我早就知道会被打枪了 还是要过去 你好 我是今天的住店魔术师 可以在用餐的时间 分享一些魔术给大家看吗 哎 放心是免费的 是店家已经负担了 我现在讲的是很顺 我当时我讲的是 一定是直直吾吾的 连你可能都不想看 我那个 这是什么荒谬的画面 深入人群 临场应变能力也很重要 360度围观 而且任何人都可能会插进来打断 那怎么样可以应对他们 这就是东方戏宝的特色 第三个在这里 抓着之后就这样 进去 你有没有感觉 慢慢 慢慢的 慢慢的打开 给他们看 给他们看几个 准三个 给他们看啊 给他们看啊 其实罗素大家第一个 最会关注的是 这个人要骗我了 他怎样骗我 我不想给你骗 我想知道秘密 但其实以魔术表演来讲 他被我运行太多东西 表演者怎么跟观众讲话 怎么建立这个关系 然后怎么样控制全场的氛围 我们如果照顾观众 我们把观众找上来 他可能很紧张 我怎么要照顾他 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角色 用什么态度 那这些全部都是要研究的功课 绳子直接包进布里面 然后 瞬间变成一条 其实 我过去表演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 每次演出都是在成长这些 所会看不到的东西 酒杯盖上变酒瓶 倒过来再一敲 又变成酒杯跟酒瓶交换来 又交换去 是不是交换到晕头退下 我的作法是 把自己的鞋完全抛开 然后最真诚的方式跟观众沟通 但这些背后的努力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 南投福伦社员柴台事件 形同践踏了周炳勋的志业 但他很快选择原谅 借机提醒大众 尊重表演者 看破不说破 我们的同行有遇过 都遇过更多更恶劣 更糟糕的情况 只是会不会讲 因为大家会以和为贵 我们是表演产业 我们得罪主办法 我们要被弄怎么办 我们表演者很容易被弄 我们接下来每个场次都被弄 我们的职业生产毁灭 所以大家通常都是选择隐忍 这一次猜台事件 我觉得那两个观众 我相信他当下真的没想太多 后面所以什么道歉不道歉 可能他们因为一开始没想太多 后来压力已经变得很大 所以导致他也很难去面对 很难去收拾 所以我其实是很可以理解他们的状态 那你说拆台事件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就是 大家看待表演艺术或是魔术 还不够成熟 但是借由这个事件 全台湾很多人真的都 针对这件事情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功德圆满 榴莲太重了不能那样子喊啦 如果真的要变榴莲的话 得这样 我说一次 进去 成功的完成就没了 我今年32岁 所以在下一年呢 我玩魔术的时间就超过没有玩魔术的时间了 我16岁的梦想就是我要变魔术变到80岁 我原来想象变到81岁了 因为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继续变变到死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